为了因应五谷观音坑西桥自行车中断 针对往返巴黎五谷的自行车道 在未完成重建之前 规划了替代道路 日前已经开放民众通行 以维护往来民众的人身安全 因应观音坑西桥自行车道中断 为往返五谷及巴黎自行车道及用路人安全 是否已规划替代道路 并加强照明及告示牌面指引等设施 日前已开放民众通行使用 新北市政府也很关心 我也一直提案就是说 因为我们从五谷要进巴黎的一些运动 爱奇号脚踏车的民众跟运动的民众非常多 所以在五月二十二号 我们新北市高滩处 他也赶快在做从一号变 提外道路 关于坑西一号提外道路 通往的一个步道的一个赶快让他检疫的修 让他先通行 市议员宋明宗指出利用河滨公园自行车道 往返五谷巴黎的民众 可由一号越提到衔接既有提外变道后 有关于坑西桥步道进入原有自行车道 除能避免行经市区道路车辆较多的瓶颈路段 也大幅提升安全性 检疫的步道让民众先暂时来使用 那在关于坑西也会尽快的来修上完成 希望行经那边的人不要走市区 可以走题外道路的衔接步道 一直到自行车道 宋明宗议员也呼吁民众若行经关于坑西自行车 牵引到时应该路段楼梯较为狭载 牵引自行车上下时 请注意要优先礼让 行人以保障同行安全 记者胡宇轩五谷采访报道